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女生就要从心态上和身体上都让自己主动起来 第二种可能会让你觉得性冷淡的原因是 你缺少性换起 我们都知道男生要先换起才能勃起 性爱才能进行下去 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 女生也要先换起再充血 才能够让性爱得到快感而不是痛感 想要足够的换起就要足够的前夕 当然这种前夕 未必非要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时才能进行 你在取悦自己时也能够让自己充分的换起 比如你可以用到exo训练 加上用在体外的C点跳带 再加上一些调情的道具 就可以让自己唤起了 享受和自己恋爱的时光也很重要 第三种可能让你感觉到性冷淡的原因是 主观上加益欲望 因为你的观念过于成就了 很多人会觉得性欲就是一件肮脏的事情 但是其实性欲和食欲一样 不管你压抑它还是释放它 它都会在那里 它不会消失 而且它也没有必要消失不是吗 享受美食可以让我们身心健康 享受性的愉悦也是一样的 只要你掌握了足够多的正确的健康安全知识 你就可以大胆的去享受欲望 这样你一方面可以更加了解自己的身体 第二方面 你反而更容易张弛有助的控制自己的身体和欲望 只有能够控制自己身体和欲望的人 才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 才能够掌控幸福 希望爱经独创的APSO训练高潮课 就可以从身体主动 前夕换起和改变性观念 三个角度帮你彻底告别性冷淡 我们的社群里也有无数的女生 在上完APSO训练高潮课之后 给我发来了这样的反馈 她说每次练完APSO 整个人都很想要 感觉欲望被重燃了 这样的反馈在我们社群里 其实属不顺属 现在你也可以按照屏幕里打出的方式 添加西莫顾问的私人微信号 了解我们的课程 西莫真心希望可以在课程里 帮到你彻底解决性冷淡 打开幸福的大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